今天的信息呢 其实跟父亲非常的有关系 所以我在这边祝福大家 真的每一位来到这边的弟兄姐妹 都要听见上帝 今天所要对你说的话 Amen 我要问 我先问两个问题好了 第一个问题是 你曾经是否丢掉 失去过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贵重的东西 有吗 你有什么 有掉过吗 那maybe可能是钥匙 很多时候我们急着出门 已经快要迟到了 但是就找不到什么 找不到那把钥匙 I don't know 你会怎么做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是不是非常的着急 然后你会把整个的家 什么都翻遍 对吧 只有几位吗 真的 你们第二堂怎么比第一堂还要 还在睡吗 OK 祷告 Oh wow OK very good 这个太属灵了 你终于把这个钥匙找着了 因为当下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没有任何的东西 是把这把钥匙找到更重要的 所以当你找到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开party 对不对 好 那我呢 我不是钥匙 我是手机 OK 我常常在服事的时候 你问我同工 我一天到 礼拜五才问 我的手机在哪 我的手机在哪 有一次在美国服事的时候 已经找了半个小时 这个聚会已经结束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真的找了半个小时 怎么样都找不到 然后我就说 是不是在那个后台 因为后台是cover起来的 是盖起来的 所以我说会不会在那个下面 我们趕快过去找 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教会是租的 还没有我们自己聚会的地方 所以每次去的话都要set up 然后每一次去的话要还原 那我就到后台 然后有一位同工他就说 Owen 我们要找的那个手机 是你手上的那只手机吗 Woohoo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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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问说 你是否 你可以笑 没有关系 你是否有丢掉东西过 那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是否迷失过 你是否迷惘过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走丢了 我的意思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你是否有迷惘过 我曾经迷失过 有 对不对 Amen 我曾经迷失过 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 但是是神透过了这一首诗歌 奇异恩典 可以把这个歌词 歌词打在上面 好不好 他是这样讲 他是一个老诗歌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奇异恩典 何等干 我本来是要叫Ted上来唱的 但是想说算了 因为他的声音已经快没了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诗上 经被寻回 瞎眼 经得看见 这个就是神如何遇见我的 那是在这首诗歌的当中 等一下我会分享 我生命当中的旅程 但是我今天现在就是要问大家 你是否 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迷失了 有迷惘了 你要知道 因为能在这个世界 知道自己不是迷惘的 或者不再迷惘的 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有很多人 他并不知道 并不确定 自己是否迷失了 我要在这边告诉你 很诚实地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也 同样地在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我是否迷失了 我是否不确定 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 是否迷失了 我要告诉你 你可能非常非常的迷失 You are very lost 所以今天如果你感觉到 你感到你是迷失的 我要告诉你 神今天要对你说话 神今天对你说的话就是 是时候被找到了 是时候要来 要回家了 Amen Amen 今天我们要读一段经文 是在路加福音 十五章 十一到三十二节 那我想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它有点长 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它非常的精彩 是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呢 就表明了 我们的信仰核心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 来读 大声地来读神的话 可以吗 好 一二三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到那地方大糟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书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击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肚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浸吞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地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里当欢喜快乐 阿们 弟兄姐妹们 这段经文常被解释 是要给远离上帝的人 给他们听的 但是我这边要告诉大家 其实有个更贴切的解释 就是耶稣在诉说 爱我们的天父 在寻找时尚的人 十五章的前面 有另外两个比喻 他讲到法利塞人跟文士 对耶稣和罪人 在一起吃饭的不满 那法利塞人跟文士 他们是谁 他们是那个时候的 这个宗教领袖的权威跟权柄 所以他们看见 耶稣跟一些的罪人 税吏吃饭 心里非常的不高兴 那我就想说 读到这里吃个饭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因为吃饭 他们那个时候 吃饭就等于是接纳 你接纳这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筷子 没有叉子 刀子 汤匙 你吃饭的话 是用手去剥的 手去剥饼 所以你要知道 那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举动 所以当你跟人家吃饭的时候 吃饭就代表 你已经接纳了他们 所以耶稣就用这三个比喻 回应他们对 时尚罪人的冷漠的心态 那大家 如果你记得的话 第一个比喻是什么 迷失的羊 对不对 我们有看到牧羊人 他有一百只羊 有一只迷失了 剩下多少 OK你们还行的 OK好 真的第一堂 真的是比你们有更多的精神 你们要不要 我要再 你知道我以前是健身教练 所以我要教大家 先做个暖身运动吗 应该不用吧 不用吧 不用 OK好 好 他愿意撇下九十九只 怎么样 去寻找那一只 他找到了那只迷失的羊 就把他扛在肩上 回家 怎么样 开party 开party 再来是一个 是一个失钱的比喻 有一个妇人 她有十块钱 丢了一块 丢了一个钱币 但是为了那一块 她怎么样呢 她把所有的家里的灯 都打开 开始认真的 打扫屋子 认真的去找 直到她找到那一个 钱币的时候 她怎么样 她邀请她的邻居 一起来 一起开party 她找到的 她就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想要庆祝 最后 在这个浪子的比喻 我们看到三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 是小儿子 小儿子代表的就是 罪人 就是税吏 天父 这个父亲 就是代表 天父上帝 大儿子呢 就是法利塞人 跟文士 就是当地的宗教领袖 跟权柄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定要看见 这个父亲 他失去的是两个儿子 他迷失的是两个儿子 不是一个 他要找的是两个儿子 等一下会更多的解释 你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对上帝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你跟你的旁边讲 你的生命 对神来说是重要的 你们相信吗 这次就比较多回应了 感谢主 感谢主 就像牧羊人 寻找羊一样 就像那位妇人 寻找钱币一样 父亲今天 也在找他的儿子 今天上帝 也在寻找你 Amen 他要你回家 天父爸爸 要他的儿女 回家领受他的爱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 比较像是把这个比喻 会做个总结 A summary OK 但是接下来十月 我们有个转化的课程 Transformation 到那个时候 九月 我们会开始报告 但是十月 会有这个转化的课程 那有一堂呢 是天父的爱 我会一节一节的 跟大家来慢慢的来解 那今天就是一个总结 那有一位父亲 他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小儿子 对他说什么 请你现在就把我 应得的财产 分给我 哇 你听到这个 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的孩子 刚刚有很多爸爸举手 对不对 你听到你的孩子 不管是儿子或女儿 这样子告诉你 老爸 你去把你的财产给我 应得的哦 对不对 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 感觉跟感受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大逆不孝的 一个要求 一个儿子 当时的文化 跟现在的文化 是一样的 财产是什么时候分的 当然死后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老爸 你去死吧 我不要你 我只要你的钱 因为他这样的要求 破坏了 他破坏了 他的家庭的关系 他破坏了 他跟他父亲的关系 但是这个父亲 真的怎么样 他真的还把财产 都给了他 那这个小儿子 拿到钱以后 过了几天 就离家出走 到非常遥远的地方 在那里过着 放荡的生活 花尽了一切 那那个地方 不久就发生了 严重的饥荒 小儿子钱已经花完了 对不对 只好投靠当地一个居民 去喂猪 你要知道 他们是犹太人 你要犹太人去喂猪 它是一个何等困难的 一件事情 因为犹太人不是吃猪的 所以他饿了 他饿到想要 去把喂猪的豆莢 拿来吃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比较会知道 这样的感觉是什么 在台湾喂猪的是什么 厨鱼 他饿到想要去吃厨鱼 但是连厨鱼 他都吃不到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他是在一个如此 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处境 那有一天他醒悟过来说 我记得我爸爸家 我父亲家有好多的故宫 我要不要回去 就当个故宫就好 他醒悟过来 准备要回家 正在回家的路上 父亲远远地看见这个 他爱的小儿子 就跑去抱着他 不断地跟他亲吻 不但是这样子 他还吩咐他的仆人说 快 把最好的衣服 把最好的戒指给他戴上 衣服穿上 拿鞋子来给他穿 你要知道 袍子 鞋子跟这个戒指 都代表儿子的身份被恢复 但是父亲还说 命令这个仆人 赶快去把什么给宰了 肥牛犊 它是一个steak party 一个牛排的party 这个我最喜欢的 我只要有牛排 我想到这边都饿了 不好意思 他把肥牛犊宰了 就是要来庆祝他儿子回家 这个父亲公开地赦免了 接纳的小儿子 再次地回到这个家 他认为这个儿子是 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失而又得的 那这时 你知道我们 他有两个孩子嘛 两个儿子 对不对 这个时候大儿子 从田里刚工作回来 听见party的声音 所以他就问这个仆人 那仆人说 你弟回来了 那你爸看到他 好好的回来 就把肥牛给宰了 那他听到这个 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甚至不肯 回到家里面 不肯进他的自己的家 那父亲知道了 他就出来怎么样 劝儿子进去 一起庆祝 但是这个大儿子 还是怒气冲冲的 对不对 不肯进去 他说 嘿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你什么都没有给我 我一点都没有 违背你的命令 你连一只小山羊 都不给我 让我的朋友 跟我去party 而且你这个儿子 他现在连他的弟弟 他都不认 他说你这个儿子 和妓女花光了 你一切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还给他庆祝 那父亲 一听完大儿子的埋怨 就开口 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是孩子 英文的话是son 原文的话 他是孩子 他是一个多么亲切 他不是说 oh you little baby no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贴切 非常亲切的 一个称呼 孩子 你要知道大儿子 生气的时候 他并没有 他跟他爸爸说话的时候 他并没有称 他父亲为爸爸 这样就否认了 他们是父子的关系 那这位爱他 这位仁慈的父亲 人先肯定 他跟他大儿子的关系 是父子的关系 而不是主人 和奴隶的关系 因为他前面已经说了 我为你做牛做马 你什么都不给我 好像英文的话是 I slaved for you 就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那这位爱他的爸爸 继续说 你常跟我在一起 我所有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的 可是你的这个弟弟呢 他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我们应当为他庆祝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耶稣是个 非常会讲故事的人 Suspense 对不对 他现在没有告诉我们结局 所以这个大儿子 到底有没有回家 到底有没有进到 家里与众人一起庆祝呢 他是否像他爸爸一样 像他父亲一样 真心地接受他的弟弟呢 还是到现在 还是执着地在生气 留在外面 耶稣借着大小儿子的比喻 这边要听好了 因为这边就跟你跟我非常有关系了 耶稣借着大小儿子的比喻 是来描述人们 试图想要在生活中 得到幸福和快乐的 或满足的两种方式 如果你在生命中 想要得着满足 happiness 想要快乐 想要satisfaction 就是这两种 第一种就是借由着 寻求自我发现 另外一种是借着 遵守道德的规范 小儿子呢 就是自我寻求的人 他说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想要找到真实的我 我想要找到我的快乐 我的幸福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不要告诉我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自己来决定 有没有听过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中文的话是随心所欲嘛 Follow your heart 你感觉是什么 你就去做 那大儿子呢 他是道德规范者 我的生活方式 不是根据自己的随心所欲 而是跟着遵守 传统与社会的规范 我要用我的好行为 我要用我的好成绩 好表现 好成就 来证明我是谁 来证明我是好的 来证明我是优秀的 但是耶稣说这两种人都错了 都迷失了 甚至都离家非常的远 提摩泰凯勒牧师 他是这样的形容 这两个弟兄的 坏儿子是因为他的坏而迷失 好儿子是因为他的好而迷失 你要知道小儿子离家出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懂父亲的爱 他不懂父亲的心 所以离家离父亲非常的远 那大儿子呢 他明明就住在家里耶 他天天跟这个父亲在一起 但是他仍然也不懂天父的心 他仍然也不懂天父的爱 所以也是离家离父亲的爱很远 小儿子他以为 如果拥有足够的钱 足够的金钱财物财产 他就可以按照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模式 来过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追求 我不知道你今天追求的是什么 小儿子追求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快乐而已 他要为他的快乐而活 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例子看到 他的这个快乐的生活 享乐的生活是短暂的 不是吗 甚至这种生活的方式 这种生活的模式 并没有带给他更好的结果 他得到了父亲的钱 是他梦寐以求的 不是吗 但是一下子挥霍 浪费了一切 当钱没有的时候 满足感也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我要告诉你 其实我们跟小儿子也是一样的 你要知道人一达标 人一达到他的目的 我们最后还是不会满足 你不相信吗 iPhone 16出来了没有 还没有 你要知道他都还没有出来 但是iPhone 17已经有风声 他说他的这个 这个screen会比16还要大 这个chip还会比16还要快 还要比16的更薄 你可能觉得 iPhone不是我所追求的 OK 但是我不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 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现在年轻人不是都很喜欢 钱多 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吗 我要告诉你 就算你找到这样的工作 你还是会 里面还是会有一个空虚 还是不会被满足 你真的要知道 对你来讲 对人来讲 就算你里面的 所有的梦想 你心里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 你的心还是会继续找下一个可以满足你的 而唯有能够完全满足你跟我的 就是耶稣基督 阿们 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叫他们得生命 而且是得得更丰盛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丰盛的时候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满足的生命 满足的生活方式 当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目的 你知道你每一天是为什么而活的时候 这个是可以满足你的 而且是永远满足 因为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看一下大儿子 大儿子他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的 那么的顺服 那么的属灵 那么的虔诚 他一直都是留在父家里 对不对 那你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吗 他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 行为称义 律法主义会让一个人的生活陷入矛盾的极端 第一方面 一个极端是自满的优越感 What does that mean? 自满的优越感就是 我常常会夸我自己 我常常专注在我做了什么 What did I accomplish? 然后其他人都没有做到 其他人都没有像我一样这么厉害 你要知道一个自满优越感的人 他的专注全部都是在他自己的身上 和他所做的 而不是上帝做了什么 而不是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另一方面就是为奴的恐惧 你要知道很多的基督徒 每时每刻都在注意 自己是否又犯了哪样的罪 得罪的神 好害怕神 要怎么样来处罚我 惩罚我 我怎么得罪的神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更多的来讨神的喜悦 更多的遵守道德主义 你要知道这样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也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他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罪恶感 天天怎么样提心胆掉的对不对 提心吊胆不是胆掉 他很多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都是have to 很多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负担 他被各种高标准捆绑 他没有办法过一个自由喜乐的信仰的生活 亲爱的家人们 你要知道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宗教 那你说宗教与基督信仰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福音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 宗教就是要人成为一个好人 有好的表现 做好的善事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像大儿子一样 遵守道德的规范 我要用我的好行为 好表现 好成绩 好成就 来证明我是好的 来证明我是谁 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优秀的人 但是福音 他是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所做的 Amen 圣经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他付了重价 就是牺牲他的独生爱子 只为了要跟我们在一起 你们的反应跟第一堂是一样的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听到 我们听一听 我们回去也没有特别的 真的特别的再去思考 我们到底听见什么 刚刚说上帝为我们付了重价 重价到底是什么 恩典是白白的得来的 是还是不是 但是这个恩典是付上极大的代价 我们回到这个比喻好不好 父亲他不能凭空就原谅小儿子 一定要有人付上代价 你还记得父亲在小儿子 还没有离家出走之前 就把什么已经给了他 家产产业对不对 但是你还记得当父亲出来 要劝大儿子进去屋子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孩子啊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家产只剩下三分之二 都是大儿子的 那你说每件袍子 每个戒指 每双鞋子 父亲为他宰的这个小肥牛 礼当都是属于谁的 大儿子的 你要知道除非大儿子 愿意接受损失 否则就算父亲有这个意愿 想要恢复小儿子的地位 都没有办法 因为大儿子 他也要愿意重新接纳他的弟弟 除非他自己愿意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路加福音15章前面 我们讲到牧人跟这个妇人 他们都是主动积极地去怎么样 去找回那个迷失的羊 和失去的钱币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里 父亲却是在家 等候浪子的回头 为什么这个爱 小儿子的父亲 这位慈爱的父亲 都没有起来去寻找呢 或者起来去打听呢 这边就让我们思考到一个问题 那到底是谁 该去寻找 时尚的小儿子呢 当时的文化 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就是长兄 就是大儿子 是大儿子的责任啊 他必有保持 保护家族的产业的完整的义务 因为他 he caught the heart of God he needs to catch the heart of God 他一定要接住天父的心 他一定要看见天父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请问 我们有catch到天父的心吗 你要知道 比喻中的哥哥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哦 但是谁做到了 我们的救主耶稣 他做到了 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来找寻 就是来找寻 我们这些离家的人 而且为了我们 支付了赎价 赎回我们的代价 你要知道 这个是真爱 是一个 不用我们回报的爱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大兄长 他要带领 许多的小儿子回家 他甚至要带领 很多在房外的 在门外 在屋外的大儿子 也要进入到天父的家 所以今天 无论你是大儿子 或者是小儿子 我们都需要回家 被耶稣接纳 被爱我们的天父接纳 而且都是要透过 耶稣与天父上帝 我们要重建 重新建立 这个亲密的关系 Amen 所以我们今天要 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要回家 就是要进来 为什么要回家呢 因为有一位 爱你的天父 正在家里等着你 如果你今天是小儿子 你挥霍了一切 你在这个世界 绕了一大圈 你今天有感动 你醒悟过来 天父今天在对你说 孩子回家吧 孩子回家吧 因为你在 很遥远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见了你 他在等着你 在你甚至还没有开口 请求他的饶恕的时候 甚至你还没有开口 要跟他忏悔的时候 他就已经赦免了你 这就是天父的爱 Amen 他说是时候回家了 很多时候我会跟大家 分享这个见证 就是我服侍过的一个姐妹 她来到教会 还没有受洗 她来到教会的时候 是在一个非常低谷的时候 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工作 没有任何的 future 他甚至在来到教会的前一年 做了一个他人生 最不容易的一个决定 就是堕胎 所以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 By the way 今天有新的朋友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 我们101教会 我等一下会鼓励你 我们聚会后 我们后面有一些的祝福 是要给你们的 因为这个 跟我现在正在讲的姐妹 是非常有关的 神今天要对你说话 所以他进来的时候 他就听到牧师讲 说如果你是新朋友 你要到后面去领受祝福 所以他就到后面去领受祝福 你知道他的心是 非常的破碎的 他没有 生命中没有盼望 而且他又有这个罪恶感 一年了 他以为做一个决定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不知道有一年的罪恶感 他每一天都活在罪恶感的当中 他不知道这个baby到底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他做的到底对不对 所以他到后面去一坐下来 我们的童工 第一章给他的先知性绘画 就是绘画 就是一个小baby 还有短代的小baby 在一双手的里面 他一看到这个就开始哭 因为他知道天父 在告诉他 你不用再定罪 你不用再自我控告 因为这个baby 就在我的手里 我是爱他的 你不用再为他担心 我也是爱你的 是时候回家了 Amen 罗马书这边有讲到 第二章第四节 这边有讲到 岂不知是上帝的恩慈 让我们悔改呢 Do you not know It's God's loving kindness That leads us to repentance 是上帝的恩慈慈爱 让我们悔改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今天是大儿子 你不断地努力 你要证明你是谁 你想要赢得人的注意 但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办法达成 你常常还会里面 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你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我服侍 为什么我这么的努力在工作 我服侍这么久 都没有被看见 我没有被尊重 你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里面有好多的苦毒 为什么神上帝都不来帮助我 我都有奉献 我比别人都做得多 为什么没有人感谢我 为什么没有人尊敬我 里面的OS里面的感觉就是 自己是严重地受到的误解 严重地受到忽略跟情视 以至于你现在就在神的家 现在就在教会 但是你却离神跟神的爱 非常的遥远 爱你的天父同样的 今天在对你说话 他在劝你 他在温柔地劝你 孩子啊 你是与我在一起的 我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你的 你不用做什么来讨我喜悦 我已经接纳了你 我已经爱你 就像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边 耶稣受洗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开了 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们 这是在耶稣 还没有讲一篇道之前 还没有做任何神迹歧视之前 还没有赶鬼 还没有医病 之前爱他的天父 对他说的 天父说 我喜悦他 同样的天父也在对你说话 我喜悦你 我个人的旅程 其实大学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一段挥霍的时间点 那今天我的大学同学都在这里 他有听过我的见证 那我挥霍了什么 我浪费了我的时间 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在拼的时候 我在party 我浪费了时间 我浪费了我爸爸给我的学费 我浪费了我爸爸给我的钱 甚至我自己赚来的钱 我都拿去花在party 花在这个名牌的身上 有我的老牧师 他只要一来到这个shopping center 他就说 这个是一个零不对的地方 你要知道我们外面很多零不对的地方 外面的其中一家店 我不说哪一家店 你要知道 我刷爆了16张信用卡 一直到他们为我开门 Mr. Lay Please come in 雷先生请进来 雷先生拜拜 这个就是我挥霍的 我浪费的金钱 我浪费我的身体 我挥霍我的身体 人家在读书的时候 我在熬夜 在party 我在嗑药 我在喝酒 我礼拜三就开始喝 一直喝到礼拜六 甚至我喝到一个地步 我都喝到烂醉 有一次 我记得母亲节 是礼拜天 那个礼拜六 我在party party到一个程度 我礼拜天 母亲节的下午三点 才打电话给我妈 说妈我不行 回来跟你庆祝 因为我 已经在吐一天了 我恐怕没有办法回到家 第一堂 我爸妈都在这里 所以他们可以做见证 这个就是我小儿子的 一个状况 一个开始 但是直到我进入到教会 我去教会是为了追我的太太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为了要 就是看到她 我要去礼拜五的查经班 然后礼拜日的主日 那我在这边再一次的见证一下 姐妹们 OK 如果你是真的有 有另外一个人在追你的时候 你真的要看到她的心 然后这就是 当她追到你的时候 她还愿意陪你来教会 那这个就是一个keeper 如果她不愿意来的话 你就说拜拜 OK 所以 我追到她了 然后因为她是眼科医师 所以实习三个月 就要回加州 那我心里就开始好高兴 终于不用来教会了 你知道教会很远 我开车要一个小时 从我家到教会一个小时 所以我就说感谢主 我那时候没有感谢主 我说嘿 不用去教会了 但是你知道 当她离开的那一个礼拜 我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 九点半 我根本不用什么闹钟 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 叫我说 起来去教会 然后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 我 有神经病 我听到的时候 我说 我真的起来 然后我真的这样说出来 说我干嘛去教会 I have no reason 没有任何的理由 但是她说 你就去教会 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party到四点半回家 然后 九点半 她又叫我起来 说去教会 那这次我真的很累 所以我就 比较慢地来到了教会 那我先讲一个前言好了 我来到这个教会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 不习惯 我说大家都是华人 对不对 我们都喜欢 去前櫃 去唱歌 大家都在唱歌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唱的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在那边哭呢 我说 我绝对不要像你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地 就把你的软弱的地方 这样子呈现出来 No no I will never become like you 绝对不要 回到那一天 我开始唱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诗上 经被寻回 瞎眼 经得 看见 当我在唱的时候 我发觉我的眼眶 是湿的 把我吓一跳 我挡快把它擦干 我说还好 我坐在最后一排 没有人看见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我越唱 越大声的时候 我就哭得越厉害 真的就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那种哭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在哭 但是我也知道 那个哭的感觉 不是一个悲哀悲伤的哭 乃是一个喜乐的哭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不能否认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不知道 这位神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不是耶稣 但是我知道 从那天开始 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那你会觉得说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过得不一样的生活吗 没有啊 甚至过了一两个月 我就酒驾被抓 去关监牢 我真的去监狱 我认为说 我不是一个坏人 你不要把我关在 那种真的是跟囚犯在一起 我还以为它是个holding cell 就是24小时 你一个人在那边就好了 No 他把我关到 有八百人的囚犯的里面 而且这些都是重刑犯 我吓得不得了 吓得不得了 神在那边也遇见我 他叫我从床上下来 去到那个书架上 拿一本书来看 我说No 我根本都不敢 吓得不敢下床 他说你去 然后我就慢慢地走过去 把那本书拿回来 又慢慢地回来 我一打开就是圣经 我一打开就翻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就从第一章 看到最后一章 你要知道 我一看完的时候 那时候我根本不懂 圣经是什么 我读的我也可能不记得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一读完 超自然的平安就进来了 以至于我那个24小时 虽然是最漫长的24小时 但是平安就进来了 我再也没有太 Worry 你要知道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说 有位神 祂是爱我的神 祂是保护我的神 祂是供应我的神 祂甚至有好多 许许多多的神的 这些的经历 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有时候 有机会的话 我再慢慢跟大家解释 甚至你就是超自然的供应 在金钱上也好 在我跟我的太太的关系 我们争吵的时候 的一些的翻转也好 甚至呼召我们 从美国回到台湾 来这边服侍也好 但是你会认为说 那这样子小儿子 你就已经 不再是小儿子了吗 我要告诉你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从小儿子 慢慢地变到大儿子了 在2021年的时候 我先讲这个 我自己做了一个 个人的决定 我会讲这个决定是什么 但是我做了一个 个人的决定 我告知了我爸妈 那我爸妈说 你只要 你太太OK就好 我也跟Winnie有讨论过 那她说 I don't agree 我不同意 但是 你可以照你的 想法去做 那我就去做了 那我完全地 没有告知 我的属灵爸爸 就是国伦牧师 因为在2017年 回到台湾 跟他互动的 这几年当中 我听得出来 他对我的 这个个人的决定 是不赞同的 所以我里面 刻意地 就像小儿子一样 我就是要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想告诉他 因为我知道 他会说No 所以我自己 就要做 我自己的事情 直到2021年的时候 国伦牧师 邀请我去南港 他在做一个 植堂者的训练 对象都是 全部的牧者 跟植堂者 那他叫我去 这个旁听 那其实我都听过 那那一堂 刚好是在上 儿子的名分 跟孤儿 所以跟今天的 这段经文 非常的有关系 因为两个儿子 两个都是儿子 但是两个活出来的 却是孤儿的样子 一个是离家出走 不懂父的心 另外一个是 在家里 同样的 好像跟父亲 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是看父亲 为他的主人的 对不对 都是孤儿 所以我在做孤儿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做过了 我想说 你看儿子 你看我真的是一个儿子 这么棒 我就在我里面自夸 我觉得我好棒 我觉得我不再是孤儿了 不像那个家健传道 不像那个Ted传道 我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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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国伦牧师 他说的这句话 他说 牧者们 你知道吗 就算你是领袖 就算你是教会的牧师 你一样要有人 可以直接地 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对你说出真实的话 You got to be teachable 你要受教 他讲到受教 我说 我很受教 我在教会里服事 你看你叫我来这边 我就来这边 我非常的受教 他后来就说了这一句 受教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 你相信的人 你信任的人 可能是长辈 当你想要做的事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新的事工 你要开拓另外一个教会 任何的大小决定 你要先去请教他 那这个人告诉你 如果告诉你 No的时候 你就不做 我一听到这个 我吓了一跳 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 他才对我说 其实你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受教 你看你自己都在 我多棒 我多厉害 这都是我做的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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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里面还是 活着一个小儿子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去告诉国伦牧师了 他maybe 可能会说no 所以我没有告诉他 简单来说 我是先斩后奏 但是我先斩了 我也并没有想要后奏 我并没有想要告诉他 直到神透过 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 所以这堂课结束了以后 我就跟他讲说 国伦牧师 我需要跟你聊一下 我们就进去到他的office 然后我就很诚实地告诉他 这件事情 他非常的温柔地 也非常平静地 听完我说的一切 然后我说 我需要请求你的原谅 请求你的饶恕 然后他就说 他接受我的原谅 他没有骂我 他没有怪我 你要知道国伦牧师 他不但是我的牧师 他也是我的老板 你知道吗 但是他却选择用 一个属灵父亲的角色 来 Gently 来温柔地对我说话 他后来也对我说了 其实Owen 你做了这个决定 你可能没有看到 很多会带给你 以后的一些的后果的看法 他就一一地把这些的告诉我 以至于我在最后的时候 我也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大小的决定 I will always run by you 我都会让你知道 OK 但是你要知道 他不是一个 我经历到神的爱 我经历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已经OK了 我是从小儿子 被神慢慢地 神的爱慢慢地带回家 但是我进了神的家 之后又变成一个大儿子的心态 甚至小儿子的这个灵又回来了 对不对 亲爱的家人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耶稣基督的爱 从来没有 或是很少经历到 耶稣基督的爱和付出的话 敬拜传言 可以先上来好不好 然后也邀请我们的领圣餐的同工就位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耶稣的爱 或者很少经历他的爱 也很少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过犯而死 这个真理而真实地被感动过 深深地被感动过 你还离家非常的遥远 如果你对他的付出 极重无比的这个代价 生命代价的付出 你对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对这个无动于衷 我也要告诉你 你也是离家很远 救恩对我们来讲 绝对绝对是免费的 Amen 但是对天父来讲 他是付上的 他的赎回我们的代价 是一个超乎我们所想的昂贵 但是I promise you 我保证你 你今天经历到他的爱 我们亲身感受到 那让我们回天父的家 需要付上这么昂贵的代价的时候 是那么的伟大 你知道你的内心会有一个感动 会有一个激动 会有一个感恩 真的会从你的心里面散发出来 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 他付上他的生命代价 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让我们回家 Amen Amen 幸福 未经历 是